香港人平時工作忙碌,努力賺錢 不過大家都明白,要真正去財富增值 一定要透過投資開始賺錢 想起投資,大家可能最慣常的就是股票 看來買賣很方便,入場費也很便宜 不過其實買股票也不容易 買中當然很開心,但買錯了隨時減少 單單在香港計算,上市公司已經超過2000間 要找出好的投資機會也不容易 不單要明白時局的變化 亦要留意行業的發展 花時間留意公司的新聞 才可以找出幫自己賺錢的股票 如果自問是沒有耐性、沒有時間的朋友,又怎麼辦呢? 其實亦有方法,就是去考慮一下股票的基金 大家只需要花少許時間去找出一隻適合自己的基金 將這些那麼重要的工作,交給專業的團隊去販責 大家就可以輕輕鬆鬆地去財富增值 事實上,現在股票基金和股票買賣很方便 部分市場上高的股票基金的入場門檻也只有一百元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股票基金和股票的分別的話 歡迎點進入以下的QR Code,可以了解多些 消防支援將股票標高的資格 如果只集成了更激烈的一項它們才覺得 什麼fenoten就耽誤會任何所發展 types努力理努力 are yes,但是給 dale看一下